这个就是最著名的二号坑啊 也是在这个兵马泳啊 陕西西安兵马泳博物馆 二号坑就是一个特种部队坑 它是由这个 出土了是一千三百多个陶泳和 陶马然后 战车是八十多辆 青铜兵器三万件啊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 看 这是 还有那发掘完成的 这有位置 二号坑也是被大火超过了 好 好像一个城堡一样看看 咱们去那边看 这就是 考古工作 考古工作 看到了吗 那里有一个坐的之类的 这边都是没把约完成的 那里边有铜马陶泳之类的 还在这里静静的躺 哎呀 这考古工作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厂 非常非常的漫长 而且二号坑出土了 好多这个 车马呀 兵器呀 陶泳之类的 太多了啊 咱们去那边看看 那边人好多 应该是有展示的一些出土人物 这是考古工作的时候 就埋着一半的 一点一点个小刷子 刷子 天啊 可见工厂多么厚大 看 看 小刷子 二号坑就是一个博物馆 因为这里出的 轻轻兵器非常多 这是著名的贵色友 他马上就抬起来 抬起来 是真品啊 你们能摸的都是假的 你们无道的权权 你看 贵色友 最出名的 一共出土了160多年 二号坑 这是军力 面不错的 真的很小 肚子还有将军肚子 你看 去年 被那个 伸批铠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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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铠 160 116 这是坑内出土的兵器啊 层见 有一个层见是当出土的时候被压疤了 压疤了之后 一打出来弹回来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啊 这个 厉害 哇这个造型很奇特啊 轻装步兵的一种 一共出土了172 厉害 全是国际玻璃 美大两千年前 这是出土医址 看好多这个 还躺在这里 底下都是青砖 大家看到了吗 这都是青砖啊 每一个坑道的 上面 底下都铺在一层青砖 所以咱们发掘的时候 青砖上面都是投影的 发掘的时候就很好发现 好大啊 大方给绕一下 再买胖 现在还有好多的保护起来了 到那个锁带封上了 看到了吗 这都是啊 说明这个一坑二坑三坑 高清淡没有发掘完毕 现在还没有发掘完毕啊 太大了 太壮观了 这不是不配 这是每年的老多外国人 过来看来的 这是奇迹 2000多年前 秦始皇的 哎 这厉害 在这就能看到全景啊 整个二号空全景 就是一个武器库 就是一个特种部队 精锐的特种部队 什么兵马俑都有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在这里面看不到兵马俑 怎么看不到呢 很奇怪 兵马俑这个空里非常少 可能武器多一点 但是人家是碎眼 出口都是碎的 哎呀 这个完整的 可能现在是少了一点吧 对 对 是 谢谢观看